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没有看到任何可以绑绳子的一个支撑点 再来 在一楼早餐店 他们发现了凌乱的打斗痕迹 警方怀疑难道是有人闯进了这个屋子里头 双方经过了一阵扭打 最后男主人被勒毙了 这是一起非常明显地踏上案件 但是警方无法理解的是 为什么死者的太太要一口咬定 她的先生是上吊轻声的吗 这个案子说真的在宜兰来讲 算是蛮大的案子 所以宜兰很多人都知道 之前他有经营过像 减餐咖啡之类的 可是经营时间好像也没有多久 就没有再经营了 对 目前还是在招租 表示说他经营的不是很好 对 你说是不是因为 当初就是因为发生命案的关系 我想应该多少有一些影响 经过了这么久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租 因为宜兰很小 因为宜兰说真的 发生哪里发生事情 说真的邻居都会说 这期当年震惊宜兰当地的凶杀命远 就发生在这一栋透天座 时间是在2011年的8月6号 当天我学校是 对上打电话来说 有人报案叫我们要赶快回去处理 在宜兰市的一个 消失了一个早餐店 当时有封守现场 要等监视人员来进行 那我在外表看的时候就是 那个早餐店的桌子椅子都是被 弄乱掉 都打坏掉 整个换桌的这样很凌乱的情形 现场分明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但是屋主的太太黄玉玲 她却告诉警方 她先生在浴室上吊轻声 她的语调平缓而且冷静 她也不紧张就是很 陆落震惊 她没有说她身形比较娇小甜美 然后也没有什么表情 我都觉得这女孩子蛮冷酷的 怎么会跟我们现场的那个收证 怎么办人也说 有可能是自杀 因为她说她常常跟她吵架 说死给你看 她说我要死给你看这样子 黄玉玲说每次吵架 先生就为威胁要去死 她没有想到她真的这样做了 但警方仔细地看了一下这间厕所 怀疑黄玉玲她根本在说谎 因为他们看到有那个勒痕 有勒痕还有绳子 在厕所那边没有悬梁可以吊死 在厕所里面也没有什么左立点 让她上吊自杀的左立点 最高也是一个马桶的水巷 那死者的身高也170级 以这怎么的角度来 让她自己自喜而死的可能性非常低 检心很快就排除了轻盛的可能性 早餐店凌乱地打斗痕迹 很有可能就是死者生前 和凶手最后搏斗的现场吗 我们发现现场有断掉的 断掉的椅子 铁鱼的弯片 所以我们排除自杀 现在不是自杀 所以应该是有他杀的卸弈 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侦察 当时是躺在厕所 也必用红色的塑胶椅 盖着头上 民间的吸取就是说 比如像一个女孩子她死掉 她会全部穿红色的衣服 就是被她想要变成厉鬼 去找对她不利的人 然后对她抛弃她的人的报复 那相对的红色的 把死者的眼睛盖住 就是让死者的灵魂 没有办法去找到凶手来报复 这是民间的吸取 检刑大胆的研判 带徒在早餐店热闭了死者 再将人给拖进了厕所 布置成上吊轻酸的假象 但邻居都说 死者的生活单纯 怎么可能招惹到这样子的凶神恶煞 死者蛮很认真的 他是早上差不多五点左右起来 先煮红茶 然后再去送那个羊奶 几十份的羊奶 赚一些小外汇这样 然后再来是他差不多八点多九点到 延山乡他舅舅的汽车的材料行上班 所以死者的生活是蛮单纯的 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是蛮单纯的一个人 其实这个案子当下真的没有采到什么很直接的阵性 指纹什么都没有 现场也没有监视器 也没有采到什么比较有力的激震 所以当下午我们还是用私下先用 比较老传统式的方式去了解双方的感情问题 家庭 还有跟隐居附近的互动 当我们了解说他们夫妻好像感情还是不合 而河目 这个太太跟他先生处得不好 常常骂我 常常吵架 然后我们在死者身上 又看到这个手机里面的简讯 这个简讯是8月4号的时候 他朋友唯一者简讯的时候 我有看到黄乃文出现 你门要关好 他叫你门要关好 就在命案发生了两天前 有人传了这封简讯给死者 很明显的是在提醒死者 要小心提防这个人吗 黄乃文这个名字出来 而且为什么要叫他门关好 自己要小心 门要关好 那我们就从这一点就给他问 说黄乃文到底是谁 黄乃文到底是谁 为什么有人要提醒死者要小心他呢 黄玉林淡淡地告诉警方 黄乃文就是他的干弟弟 他有一个干弟弟 也曾经住在他们家 然后住他们家也住了好几个月 然后这个干弟弟跟这个他太太 黄乃文也差了将近11岁 你的大蓝的11岁 任他当干弟弟 黄乃文他是我们 跟我一样 我也是泰雅籍的 是我们同乡隔地称的一个 亲少女 其实他才年轻啦 刚满18岁 19岁要当兵 刚入伍没有多久 这封简讯是一个朋友 要提醒死者要注意 最近黄乃文恐怕会来找你的麻烦 而这个黄乃文他是谁呢 他为什么要找死者的麻烦 当死者遇害之后 当然这个黄乃文 就成了警方锁定的头号嫌疑犯 而经过警方的调查之后发现 这个黄乃文 他因为常常来这里吃早餐 所以就认识了老板娘黄玉林 两个人还越来越熟 后来甚至还认了黄玉林当作干姐姐 他还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他们家 在外界的眼中 这对男女之间的互动 早就已经超过了所谓干姐姐 和干弟弟之间的界限 黄玉林的老公 他怎么受得了 因此在夫妻之间的争吵 开始变多了 没有想到黄玉林竟然怂恿他这个干弟弟 把他老公给杀了 他说如果爱他就把他的老公给杀了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继承这种房子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黄乃文当年只不过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 他才刚刚入伍去当兵没几个月 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天大的胆子 去杀死一个人呢 直到2011年七夕情人节的这一天 黄玉林他跟黄乃文他说了这段话 终于他激起了黄乃文的满腔怒火 刚出他们就是认识以后 就认他当干姐姐 就会帮忙收早餐店 送帮忙就对 黄玉林才用这个这一点 来跟司者讲说 让黄乃文现在没有地方住 然后他又在早餐店帮忙 暂时让他们住室罗 我们室罗没有再用 你让他住 又可以帮忙我早餐店的工作 是这样才让他进去 反正他们非常的好 让人家认为说 这个是 到底是干姐弟还是情侣 让人家看不清楚 反正他一放假回来 就都 都早餐了 之前有人说 跟黄乃文两个情侵女庄 我们室罗没有人家说 很高兴的 人家笑得很高兴的 很高兴的 很高兴的 他生日子笑得很高兴的 可是司者当初有反对 说为什么家里要有一个男人来住我们家 而且他晚上又把他爸爸他弟弟还有一些朋友 都带来家里喝酒 这样弄得家里生活很不好 品质很差 也因为这样他们两个就开始闹了 夫妻俩因为屋檐底下住进了另外一个男人 已经闹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了 文姬也就没有什么性行为 没有性生活 然后就后来有一次 这个使者就去换这个黄梨的皮包 看到一个七神四的花票 那花票是买宴运棒的花票 然后他就问这个黄梨说 我们已经半年都没有在一起 你买这个干嘛 这个黄梨也搭不上来 这吵得更凶 一张燕运棒的花票 让阿颖他大发雷霆 他的死者就是黄乃文这个年轻人 给他戴了绿帽 阿颖再也忍无可忍 他铁了心的 要把黄乃文给赶出家门 其实死者他是本身是一个很温性的人 他也没什么不良私套 其实他说我很单纯 所以他很多事情 他就忍下来 他是后来没有忍不下来 才是跟他父母亲讲说 要把这个男的黄乃文赶出去 黄乃文就黄乃文就是其实很 讲的好听就是尊敬 其实是很怕他这个死者的妈妈 因为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有向死者的父母亲 借了一百万开早餐店 那当初这个房子 买了设计金买了七八百万 是他父母亲拿出来 那只是只留两百万的贷款 就是要给他们有点生活压力 迫于工头的压力 黄玉玲他只好让干弟弟搬出去了 但其实也没有搬多远 就在距离原来早餐店 不过五六十公尺的地方 租了一个矮房子 他们就等死者去上班以后 他们这些人就会到他们店里面 所以死者就跟他讲说 我父母亲讲说 不要让他们来喝酒 你还带他们来喝酒 而且他们有时候喝酒 就喝得很晚 就算干弟弟搬出去了 他还是三不五十的呼朋饮 搬来喝酒 夫妻两的世界 已经注定回不去了 对 就是他们几位是差不多 半年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新生活 没有新生活 所以就各个 每个人 每个人的生活 就没有什么多大的浮动 那半年都几乎在争吵 怎么分手 怎么离婚 那女的也想要离婚 可是就是说 男的说你钱要给我 还我 可是女的可能也要一些东西 不可能说进生而出 所以他们俩一直在学上牙 一直在吵架 我想应该是有孩子吧 他们两个有孩子吧 他们也是认识没有多久 因为有孩子才结婚的 所以他对小孩子应该舍不得吧 对 那就把孩子当宝贝 宝贝这样啊 父母离异的话 对小孩子比较不好 所以 所以他坚持比分 那另外小差点就是 因为 他的儿子跟他的干哥哥长得很像 所以造成死者的父母情点是 对这个小孩子到底 因为死者跟这个黄尼 认识三个月就结婚 没多久以后就有小孩 那黄尼跟他的干哥哥也是 前不久离婚才分手而已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小孩子又很像这个姓李的 所以当时我们在离世安全 所以我们也做DNA比对 那姓老师死者跟这个黄尼 所生的小孩 黄月龄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但阿颖说离婚可以 先把开早餐店的一百万还给我爸妈 哇 表面看漂亮漂亮的 来来的心都黑了之后 只要钱 那就不怕了 不怕了 钱跟他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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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把他出去了 其实他也不是说单单为了一百万 他为了小孩子 也为了跟他有一个感情 都是很复杂的那种 他只想说你跟小王的部分 你要弄干净 不要跟他们这样黄尼说 我一下子没办法花那么多了 所以在一百年 其实他这个计划在九十九年就在计划 计划就先把 黄尼就带到那个好乐底去 跟他讲说你去找一个杀手 八十万钱他 你去找一个你不要要好的朋友 什么同学都可以 把我老公做掉 他讲说那个黄尼 跑到他有多这里 跟他讲说 你帮我处理他的先生 修理他的先生 那时候他就说不要了 不要了 潘家荣拒绝了黄尼 他只好转向他的小情夫 如果你爱我 就杀了我老公 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双树双飞了 做掉以后我皇子也价值 七八百万 还有保险一千多万 那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富裕的 皇子与公主的生活 但黄乃文和潘家荣 都是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有那个胆子要杀人呢 这个计划整整拖了半年 还是下不了手 到一百年的时候刚好是八一六那天 刚好黄乃文他休了三天的假 黄乃文他休了三天假 特地从部队回来 要陪黄玉玲过七夕情人节 发生了三次关系之后 黄玉玲又提了那个杀夫计划 他故意地挑衅黄乃文说 他先生一直都看不起他 黄乃文转述给这个黄乃文的 我说你们黄乃文没有用啦 怎样这样这样 所以转述给黄乃文 黄乃文就跟潘家荣讲说 你看这个这样跟我讲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去处理他 黄乃文的一句话激怒了黄乃文 就在七夕情人节的这一天 他们决定动手 所以那时候黄乃文就找潘家荣去买SB 到那个户籍的庙去喝酒 喝一个壮胆这样 也买一些绳子和手套这样 黄玉玲也看他的杀人计划终于要成功了 他还刻意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在八月六号那天是最好的时间 他会找他刚哥哥姓李的 去把小孩子带到他们上去 那你就找那个机会 跟你同学进去 到时候可能我就把门打开 让你们可以进去这样 然后他们在附近的那个 那个杂货店买了手套 又买了啤酒 喝一喝 然后还要传简讯确定 人真的在里面 那时候他们才进去嘛 他说我们要去的时候 由你来敲门 为什么要敲门 他说他怕他会不开门 下来可能看到他 跟他有仇嘛 不开门 所以你去敲 你去按门银 当时正在厨房煮红茶的阿姨 没有想到开门之后 看到的竟然是黄乃文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这一言不合 双方就吵了起来 黄乃文就去责问他说 你骂樊红是什么意思 原住民说话说说而已嘛 然后说 他说你要找人来修理我是不是 他们一言不合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两个就拉扯 拉扯之后 他说当审仙人拿椅子要 要对打 因为黄乃文的手被 这个无名指尊被他咬 也流了很多血 然后不动的时候 他又去仓库那边 找那个 那个钓竿的那个布 细细的布的那个 放钓竿的袋子 再给他垃圾 所以黄乃文在用那个布套子 去垃圾那个石垂脂子 所以造成那蛇骨断裂 然后死掉 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回来的声音 黄乃文和潘虾荣 赶快地把阿姨拖到了厕所 死掉以后 就把他拖到厕所 因为倒好 那个 黄乃文跟那个他钢哥哥姓李的 还有他小孩子要回来 所以他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电话 就是用简讯 传简讯说我还在里面 这个黄乃文就很聪明 就故意叫他老公的名字 就往路上走 就把他的干哥哥信誉 跟他老子往路上走 让这个黄乃文跟潘虾荣 从前面跑掉 给他们走了以后 他传简讯说他已经走了 才到厕所说 他老公死在厕所 黄乃文利用黄乃文 杀死了他的老公 而且还挑在行凶的那一段时间 他带着孩子到游乐场去玩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刻意制造 自己的不在场阵 而警方又要怎么样 才能够突破他的心房呢 两个动手的年轻人 会说出实话吗 由于黄乃文 当时他才刚刚入伍 没有几个月 警方担心打草惊蛇 万一他情绪不稳定 膝泻逃亡 那恐怕就更麻烦了 于是要从他的最外围 他的同学潘家荣 这个地方开始下手 警方调出了 蓝阳大桥当时的监视器画面 而证实了在案发当天 黄乃文和潘家荣 他们两个人的确 去过了早餐店 潘家荣他的谎言被突破了 但是他愿意认罪了吗 所以当初我们就调监视器 他们使用的机车在 到南洋桥那边都有进出 我们调了好几个车辆电视 有看到两个人 同一个时间这样子 往返罗东宜蘭 我们确认说他们九点多有回来 有往宜蘭的方向 做完案又回去 确认了犯案的时间 黄乃文和潘家荣的确可能出现在命案的现场 警方决定直接上门找人 刚好那一天 黄乃文他也休假在家 他说好啊 我跟你们去啊 没事啊 我跟你们去啊 他装成 装成关心 关心死者 然后疼惜他那个干姐姐 就是我这种方式 然后装成无辜的第三者这样 路人家那样 第一时间请他回局里面询问的时候 当然我们身上都有看 他的左手的那个 这个无名指这里有一个受伤 其实我见识的同事啊 就是说 这个新的抗击 那一个伤痕像是被咬了一口 但黄乃文他就只是轻松带过了 他讲话很轻松啊 他说我们当兵啊 没有受伤啊 我们要去山上打猎啊 所以要跟他讲原住民的话 你会打猎啊 有 我们这样去打猎啊 去 有时候会磋伤什么的拿东西 怀疑他避重就轻 警方直接开门见山就问了 8月6号七夕情人节那一天 你人在哪里 因为他之前 之前都有一点创贡好的心理作物 都没有啊 我跟潘家隆在一起 他只说他跟潘家隆去喝酒 去有遇到什么螺洞啊 火车站啊 他就在讲故事 变故事 然后一直询问 他一直讲不是嘛 不在场证明嘛 跟他没有关系 一直问到三点多 我同事说 他 让他先回去 因为他不是现行犯 你没有当场查扣到什么 任何的证据 我就先 有点像 疫情度重啊 先让他放心回去 特别送他到 或者他赶着要去 那个高雄部队学校 他当时在收听他说 快来不及了 他要坐火车 我同事就送他到火车站 他还问说 我这样做比如说 应该没有事了吧 我同事说 你要当兵啦 我们家傻听情 如果没有事 就不会再叫你 你要当兵 放心吧 陈保罗当时担心的是 王乃文他入伍当兵 才三个多月 万一他发现警方 已经锁定他 心虚之下谢谢逃亡 那事情恐怕会变得 更加的复杂 然后我就赶快跟他的 上司报告 所以麻烦他 他们军中把他顾好 千万不要 你给他枪械 确定了王乃文 已经收假回到部队报道 人至少暂时是跑不掉了 警方决定从他的朋友 潘家荣这一块试着突破 但是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故意编了一个理由 那我们就找到他的电话 打电话跟他讲说 你是肇事逃予 他说我哪有肇事逃予 他说那你的摩托车呢 摩托车是在机车行 那更加 那我们就更加顺着他那话讲 那更加明显你是肇事逃予 你车子没有坏掉 怎么会到机车上修理 他说没有 我机车已经修理一两个礼拜 那是你的手指 那我们到机车上去看 看你的摩托车是怎么一回事 潘家荣好以后我们就把他带到 我东西的那个成功拍手 跟他讲 讲了以后他说那你要配合我们 他说好 我会配合 我绝对没有造逃 调查肇事逃予只是一个借口 警方要问的是 8月6号那一天 你人在哪里 我说你涉嫌的案子 你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我做什么 我说你涉嫌杀人 他说你录影带掉出来 我们同事跟他讲 他说你录影带掉出来 摄影机掉出来 他说你有去买布 手套 买绳子 他说你录影带掉出来 你讲这个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有 他就是一直活认 潘家荣否认到底 坚持那一天他没有到过宜兰市区 偏偏蓝阳大桥的监视器 拍到了他和黄乃文的身影 车法有 有拍到两个人生 还有车辆的身影 对 有模模糊 但是被隐约看得出来 所以确认说 翻来的时候 他们也经过这个 南洋大桥那个 神进来 进出的那个身影 接任器画面 戳破了潘家荣他的谎言 陈保罗看得出来 潘家荣他心里的挣扎 小朋友真的是18岁 他在那边滚顿了八个钟头 到底要不要讲实话 还是要讲谎话 那我还是跟他欠倦 所以说 我们都很 你们都很辛苦 从山上下来 他要做那个 好像在做板工 生活不好躺 生活不好要租房子 我也知道 所以我去他工地的时候 他住在那个 很不好的地 就是租的地 一些工人住在一起的地方 也没有冷气 那时候很热 那时候我觉得蛮可怜的 后来我是跟他讲几个案 把什么叫投案 什么叫自首的行责 跟他沟通 我说 我再半个小时给你 那时候我姐妈带到尊心室 我来经过他同意 他应该跟我配合 我说 我再半个小时给你 你半个小时之内 你把你所做的讲清楚 我会一定帮帮你 甚至请检察官法官 从心酿起 当时我跟他讲说 你好好想一想 你跟他只是帮忙的 或怎么样 你要讲清楚 对你的行质绝对有差 差不多十几分钟以后 他就说 他要治病了 他要抽香烟 我说那OK了 可以了 所以我让他在里面 抽烟半个钟头 好好想一想 他可能拗不过去了 对 他就写这白書 他就开始讲 他起先他讲是承认说 因为他是华纳 然后 我们没有杀他的意思 只是 然后我们跟谁打 他就把讲清楚说 还来我 检察官只是我们 那个 要把他拘起来 当晚就把他拘了 好 林家荣和陈保罗 这一天一大早 他们就搭着高铁南下 赶到了左营的部队 要去找黄乃文 警方告诉他 你的同学都已经认了 你就不要再隐瞒狡辩了 更何况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军人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恐怕会被判得更重 而陈保罗除了说之以理之外 同时间他也对他动之以情 他跟黄乃文说 我是你的族人 能够帮你的 一定尽量帮你 终于黄乃文他认了 他说他非常后悔 后悔被黄玉玲利用去做了 不该做的事情 黄乃文当初 我们当天晚上的找他 后来我们就 找鸟班到左营去 他在左营当兵 我们到左营去找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 那个拇指也被死者咬伤 我们也跟他讲说 我今天来找你 你知道什么事吗 然后他就 他说他知道 你既然已经做了 你就把事情交代好 对死者是一个责任 你该负什么责 因为这个又是陆海空军那个巡返 行者都不会比一般人更重一点 所以你还是在 我们还没有查证很明确的时候 你自己先自白讲清楚的话 对你的行者会比较好 我看他已经 整个脸都已经 这个垂了 大肆一气的事情闹大 真的事情闹大 但是我给他鼓励 我说你那么年轻 我又跟他讲我是原住民 你都要当那个主属 对案件你交代清楚 我是自己是原住民 自己人会照顾好 然后威威道来 然后他就 越讲越轻松 陈保罗站在主人的角度 对他小以大意 黄乃文终于卸下了心房 把他怎么和黄玉玲认识 到怂恿他杀人 最后注下大错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好久了 他几乎每个月都讲 说你到底什么时候 要跟他处理 什么时候要处理 而且他当兵之前 我说要打死一个人要多少钱 八十万嘛 他说现在没钱 但是呢 他有那个保险 理赔的话 还有五百万 他说就拿鲜金给你 黄玲找他 在好二底去喝酒 也是黄玲出的 这喝酒时间 叫他找潘 潘同学 然后以后计划怎么用 他这只是一模的在杀户 不是说临时起义 那后来黄磊文他自己也承认 他说 他当出他们海津陆战队 有守候 可是他还不敢 他在挣扎 后来才看到那边有 钓鱼竿的布套子 刚好用他来把它烙紧 他到最后要说 我是被他利用了 黄玲玲利用了 对 她说做了后悔的事情 为什么要杀户 下这么重的重手 是女朋友叫你台 你女朋友叫你台 因为单纯这两个人 你要叫他去杀一个人的可能性 不会因为说骂他 他是黄阿 就把一个人打死 到现在都不承认 也不想实话 连这个说有没有教授 也不承认 都一杆都是推给黄乃文 自己都要把他处理掉 黄乃文和潘家荣他们都认了 是黄玉玲 要他们去把他的老公给杀了 甚至还答应潘家荣 在事成之后会给他80万 不过因为这个案子很快就曝光了 所以黄玉玲当初所承诺的保险金 要分他80万 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不过也因为如此 所以黄玉玲 他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 他说是黄乃文跟潘家荣 他们自己要去杀人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黄玉玲他甚至还跑去 跟他的公婆喊怨 他说现在在地方上面 传得很难听 都在传他 为了磨夺家产 竟然买凶杀 喊倾诉 他觉得好委屈 结果警方竟然还要求 这个死者的父母 也千万要忍住情绪 要假装信任黄玉玲 要安慰他 这样才有可能松懈他的心法 就算看到了媳妇在儿子的灵堂前 和陌生男人饮酒作乐 公婆也要视而不见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可以冷血到这种程度 连检察官都大叹 不可思议 那个是透天厨 而且在宜蘭市的市中心 在学区的透天厨 还算不错 应该要感谢父母亲 而且楼下也是属于店面的 让他做生意 有工作 居住都非常地适合 有邻居说 黄玉玲他经营的早餐店 口味不怎么样 但生意却很好 尤其是年轻的男客人特别多 早上吃完了早餐 下午还会过来陪老板娘 喝酒聊天 他也认识很多人 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会送他东西 送他买衣服什么的 他交往的层次论积很大 所以说他跟男人的互动 有他的一套 所以才有很多人要送他东西 因为从我们查他的情史 查他跟男性的交往 他算蛮厉害的 当年黄玉玲和阿颖 也是认识才没多久 就奉子成婚了 佛家其实他刚开始 他也是反对这段婚姻 因为他认为你们两个 才认识三个月就要结婚 然后三个月又有小孩 所以他父母亲又是在 壮围的保守环境里面长大 农村夫妻 人家女孩子已经有小孩了 所以他不得 既然结婚了 他父母亲也对他不错 就拿钱出来 支持他们买房子 听说那个早餐店的钱 都是黄玉玲自己在处理的 收的那个费用 他都是怀孕在自己发用 他赚的钱反而要付孩子 帮着一些少许贷款这样 他有一个心神也不满 也是为了钱 就跟他吵架 夫妻越吵越充 看在父母的眼里难免担心 但如果真的那么不合 分开就好了 有必要把人给杀了吧 施子加持 就比如说哪一个小孩子 那么乖 也到三十几岁 然后为了起这个老婆 他为了他们家庭的夫妻 帮他们买一个房子 花那么多钱 也借钱给他去做生意 他怎么那么狠心地 把他儿子杀掉 当然是很难过 怎么一个女人 会像蛇蝎那样那么狠 你都是感情不可 就分手 离婚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 找人要把他儿子杀掉 地方上已经传开了 黄玉玲为了谋夺家产和保险性 竟然教唆秦夫 狠心地把自己的先生给杀了 而且有主席犯跟那个帮助犯 都已经把时间地点的那个 只剩什么时候你教唆的部分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还不承认施口否认啊 就是说他不知道啊 那是他们做的啊 跟他没关系啊 他就很轻 轻描单行就带过去 也是他们做的 跟我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教授 你有没有什么政绩说我教授 他大部分就是这样 黄玉玲利用这个黄乃文 如果要利用他人 做得很大牺牲 还跟他发生些行为 不折手当人说没有关系 我就为了要让他不见我 我就什么事我都敢做 但以上都只是检井的推论 光靠黄乃文和潘家荣的指控 是无法定罪黄玉玲的 他们一直有说 叫我们警方趕快拖案 那我后来跟他沟通 因为跟他讲说 你要配合我们 因为你当下用这两个人 黄跟潘两个人的证词 你要去判定说你媳妇有 对你儿子有做杀凹子的 指示教授的行为的话 这个政治力量就够 那我们再说证 可是你要配合我们 死者父母亲强忍丧子之痛 和黄玉玲继续维持假面的关系 实际上是给检井 争取更多的时间 松懈他的警戒和心房 黄玉就跟她公婆讲说 外面就说我 叫所有人来杀我老公 说我杀你XXXX 因为当初我就跟死者父母亲 沟通过了 所以他们就跟黄玉 讲说没有啦 你不要听外面乱讲话啦 其实他们也是蛮辛酸的 在跟他的洗屋说 因为我们要掩盖 不要给他有太大的 猜疑心 做一些防备 所以我们就叫他公婆我说 你就装没有就好了 但如果真的那么问心无愧 那就大方地接受警方的策谎 7点我们就到他们家 然后他们父母亲就说 我们要出去看坟地 因为死者要出病 要看坟地 我说可是我们现在要 要业到刑事机当策坊 然后黄玉玲就讲说 他们等一下要去看坟地 他老公有坟地 他妈妈讲说 没关系啦 你就配合嘛 因为你一直讲说 外面人讲说你杀夫啊 那你要去跟警察讲清楚啊 死者的父亲就讲说 没关系你就配合警察 去讲清楚 也洗清你的清白 不然你外面讲说 你杀夫这样也不好 再來坟地 我们会挑三个地方 挑好挑以后再带你去选 看你决定哪 哪个坟地 这样 连公婆都相信他的清白了 黄玉玲就更加的肆无忌惮 然后黄玉玲就犹豫一下 他又讲了一句话 让我们很惊讶的是 他说你要带我去刑事机 你测谎可以 可是我要带我表弟 他跟我一起去 我说你也有表弟 对啊 群体检查 你刚从大陆回来 我就傻眼了 我说真的太厉害了 你可以在你把你老公 杀的地方住下去 然后又从大陆 又叫一个小男人又回来 所以我号称他表弟 在正式接受测谎之前 检察官亲眼目睹了他的荒诞行径 简直难以置信 师者还放在他们家的时候 有摄林堂 然后在校舍路那边 就有一天 警察官就跟我讲说 他昨天晚上 有经过他们家 他们家好多人喔 二十几个人 在那边喝酒 也在那边烤肉 我说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啊 一堆啊 当下后来我们也去干了 真的是这样 都没留一堆木材 都没了 都没了 都没干扣 没扣 没有 没有 那你要出生的工也都没了 没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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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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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这样扣了 有一个小小小 他都没扣 没有一堆木材 走林应该是非常难过 也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 哪有时间 喝酒了 还有时间找朋友 找乐子 受伤期间 黄玥玲竟然在灵堂前 饮酒作乐 而且据传 已经托人买好的车票 准备远走高飞 贤警于是决定要动手抓人了 他是在撤检跟我說 黄乃玲是他的朋友 两个人顶多抱抱 没有其他欲举的行为 如果这样的话 就表示说 黄乃玲跟他 有一个人讲的是不一样的 他就坦白地跟我说 他跟这个黄乃玲 曾经在酒后的时候 有发生过性行为 我们大概可以称说 这个案子有情杀的成分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感情 所以情杀你就要确认说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婚外情 有关本案 你总共花多少钱 请他杀人 是一百万吗 黄玉玲被具体到案了 面对测谎的结果 他还有什么话说吗 一般的对话 你也是很难找到说 有一个直接的证据说 我叫说你 除非有人特别录音 有没有叫黄乃玲 去让里消失 这个题目他是属于不实反应 因为他有些说辞就是 等一下他是在家里 等一下又说他在外面 是六十万吗 是 是不知道吗 是 黄玉玲他没有通过策谎 但是他没有哭天抢地的 替罪结喊冤 他的冷静 让检警的印象深刻 他会筹划这件事情 他也是想了很久 所以他属于 比较阴沉的一个个性 包括我们上他手铐 我要激体他 他也没有说 吵吵闹闹闹 就表示很稳 要叫法官说 要把他打开 不要这样 这十堆 十堆不要说 武器独行 不放那些 所以当下我们 对他仙徒的潜力的时候 他还不会像一般人说 大吵闹闹或什么 他很温和地讲说 我又没有杀人公路 我又没有罪 我又没有怎样 你为什么要上我手铐 他所表现的就是很温和 不是那种急暴如雷那种 那种怀疑都没有 所以他整个防禮从 我们办他到结束 包括法院判他 甚至高院的判刑确定 把他剥回 他是完全全部都活的 除了于是 那种阿法官也认定说 也涉及这个案子 阿法官也 他的那个新政就认为说 他有犯案 才会定念说 他也是无需徒刑的 但是目前他还是不承认 当他被判重刑的时候 他只是说 我又没有教授 我又没有杀你 就讲着这些 也不会像一般人说 会歇视敌意的反抗 或是火轎 他都没有 你老婆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说 天大的事情 买到他 买到他 大家说一说的 意粉 你没有必要 就把他害到身材 你这样是不是 很可欲很欲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感情不合 我们就分手就好了 何必要把对方 把他杀掉 皇帝也是为了摩柴 他想要把他老公干掉 杀掉 然后去得到这些财产 我是这个心 是满河的啦 好 尽管黄玉玲 他从头到尾 他否认犯案 但是法官还是一度 判了他死刑 不过为什么最后 改判了无期徒刑定验呢 是六十万吗 是 是不知道吗 是 黄玉玲从头到尾 他是完全否认 他有教授杀父的 这件事 完全不承认 这是整个从 我们警方的侦处 到检察官的侦办 包括法官的审判 他完全是否认的 尽管黄玉玲否认到底 但法官采信了黄乃文 和潘家荣的证词 原本高院法官认为黄玉玲 他恶性实声 因量处死刑 但考量他在审理期间 对孩子念念不忘 良心尚未成名 但考量他在审理期间 良心尚未成名 因此派人 判处无期徒刑 最后定验 黄乃文则是遭到军阀 审判无期徒刑 而至于潘家荣 他则是有期徒刑十二年 为什么潘家荣 后来会判比较轻 为什么 就是当初我们有 跟警察官报告 我们有自首的方式 因为整个案件 如果没有潘的 这个部分突破 我们要去突破其他人 就有困难度 都会期免那个 潘家荣 黄乃文 至少没有急刑 能够有机会出来的话 真的要好好重新做 我在依然这些三十五年 碰过那么多案子 所以这年轻人真的是 做事情要先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再去做 这个守法的部分一定 关键一定要注意 好 当年发生凶杀命案的 这栋透天厕 在多年之后转卖了 但不管做什么样的生意 当地的邻居说 似乎都不长久 这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案子 说真的在依然来讲 算是蛮大的案子 所以依然很多人都知道 我看到资料就是 商家这边也是用继承的方式 也是经过了大概三年 才去过户这栋房子 所以当然由此可见 他们的心态就是 应该是蛮难过 蛮伤心的 就卖这房子很难过吧 不想再看到那个地方 就转手卖掉了 事隔了三年 死者父母亲 才能够处理这栋房子 但转卖之后 做生意的似乎都不长久 之前他有经营过像 减餐咖啡之类的 可是经营时间好像也没有多久 就没有再经营了 对 目前还是在招租 因为我们都会开车经过 因为毕竟距离很近 那就是想说没多久就是 铁子又贴出来说要招租 所以表示说他经营的不是很好 你说是不是当初就是因为 发生命案的关系 我想应该多少有一些影响 我也有去找屋主聊过天 因为我们想说为这个屋主服务 那屋主也有跟我说 他其实之前也有人跟他租 那付了定金之后 后来就不租了 应该也是听到邻居或别人说 有发生过这些事 那租方可能就觉得心里KK的 就没有考虑要租 他定金就给屋主没收 因为宜蘭很小啦 因为宜蘭说真的 发生哪里发生事情 说真的邻居都会说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我们再会了 在山上来唯一边 小小小小小小的 你这边 有个小小小的 一边 太小小了 你不给好一些